大家好,在MyMesh101的第三個課程中,我們會講的是Distribution 但是我會講Distribution with Waxle的方法 在Scene上我預備了一個Type的K字和Cube 首先把Cube縮小一點,因為K就不想放得太大 再打個數字在XYC縮小 我會將Cube做一個MeshMash 在Animation上,在Mesh會建立一個網絡 它的原本一定是Linear,我們會將它選擇Mesh的目標 再打個數字,我們會用這個 按Mesh的方法,在Outliner上把K的目標去Mesh input 在這裡來說,我們加大它之後,Mesh的類型會選擇Waxle Waxle之後,其實它分配就是一個Wallum 但是我會選擇Waxle設定裡面有Full Only 它就會全部放進去 首先,我會選擇Waxle設定裡面 首先,我會選擇Waxle設定 首先,我會選擇Waxle設定 我會選擇Waxle設定 所以,如果選擇Waxle設定 我們需要選擇原本的Cube 將它分配更多 就可以看到它的編緣出來了 就可以用一個Wallum的方法 我們叫Waxle 在這裡組成這個K字 用一點點的Cube 組成K字 這個就非常方便 如果沒有Mesh這個工具的時候 相信我們會浪費很多時間去做這件事 但有了Mesh,我們就可以很方便用點的方法 或者不同的形狀去組成K字形狀